這堂課要從課本的第113頁 我把這個講完 然後再來講新的單元 這樣可以嗎 放開課本到113頁 我要講第幾題你知道嗎 我要講第14題 哈囉 那個第14題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我等一下帶著你做 這一個題目給他三個讚 這個題目你要會喔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這個題目說 座標平面上 當一個點SY 他的S座標跟他的Y座標 都是整數的時候 這樣子的點稱為叫什麼點呢 稱為叫格子點 把這句話畫起來 你現在學到一個新的名詞 以前沒有學過 這個名詞是什麼呢 一個點的座標 如果他的X跟Y都是整數的話 那這樣子的點 我們稱為叫做什麼點 格子點 你知道嗎 有學到這個新的名詞喔 那關於這個格子點呢 老師現在舉幾個例子喔 你告訴我這是不是格子點 比如說2 倒點3 請問同學 這個點是不是格子點 你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好 是啊 他的X跟Y都是整數對不對 好 我再寫一個喔 來 1分之1 1 倒點 負1 請問你 這個點是不是格子點 你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好 我要確認你定義清楚 這個點是格子點嗎 不是 這個點不是 為什麼 因為1分之1不是整數阿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再寫一個 來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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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0 來 是不是 每一條直線上 來 都可以 找到格子點 找到格子點 OK 這個問題很好 這個問題很好 值得我們作為初學者來稍微的研究一下 給同學30秒 1分鐘 把它寫上去 好不好 給你一點時間把它寫上去 快點喔 等你喔 平面上的直線有無限多條 對吧 我隨便畫一條 是不是在上面都可以找到格子點 是不是在上面都可以至少找到一個 S座標跟Y座標都是整數的點 這件事情辦得到嗎 如果辦不到可不可以舉例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隨便畫一條線 是不是每一條直線上 我們都 因為線上無限多個點 對不對 是不是一定都可以找到格子點 這件事情是肯定的嗎 還是不一定 有些線可以 有些線不行 你覺得嗎 我來問同學喔 今天是7號 7號在嗎 7號在 新同學 來我問你 你覺得這個情況怎麼樣 你知道我的風三小 是不是每一條直線上都可以找到格子點 你覺得怎麼樣 你告訴我裝傻 到底怎麼樣 答案是什麼 蛤 有喔 你確定 來我告訴你 同學這個答案是不一定啦 其實這個是不對的喔 這個是不一定 有一些線可以 有一些線不行 來把它寫上去喔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喔 你說老師 有一些不行的可不可以舉例 可以喔 隨便舉例喔 我現在講的是別班講的例子喔 仔細看喔 欸 喔 讚讚讚 我告訴你 你講的例子跟別班一樣 他說老師 S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 我現在問你 S等於二分之一 他的圖形長怎麼樣 這個叫方程式 方程式都有圖 你告訴我 他的圖長什麼樣 我們把他的圖畫出來 每一個方程式都有圖喔 來 Y軸 S軸 S等於二分之一 他是一條什麼線 有什麼線 他的S座標永遠都是二分之一 你沒有看到Y 代表Y隨意 Y是誰都沒關係 那條線是什麼線 S被鎖定在二分之一 但是他的Y沒有限制 可以隨便動 所以他這一條什麼線 牽直線喔 這一條線在這裡喔 這一條線 是一條牽直線 叫做S等於多少 S等於二分之一嘛 他跟S軸垂直嘛 這是一條線直線對不對 這一條線 上面有五千多個點 他的每一個點的S座標 永遠都是二分之一 我管你Y座標是誰 反正你這個點 絕對不是格子點 對吧 因為你的S座標是二分之一喔 二分之一又不是整數 你來Y數對不對 好 這是一條 你能不能再告訴我其他條 你只會舉這個例子嗎 二分之三 我們換別的例子好不好 比如說別派我同學說 老師這可不可以 S加Y等於多少 等於更號二 請問你這一條直線上面 有沒有格子點 當然沒有 為什麼 如果他有格子點的話 來問你喔 S是整數 Y是整數 整數加整數 有機會等於更號二嗎 沒有機會喔 對不對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找不到整數 就是整數加整數等於更號二 這種S跟Y是不存在的 所以這一條線上面也沒有格子點 你要不瞭解 這一條線長什麼樣子 來我們畫一下他的圖形喔 方程式都可以對應到圖形嘛 對不對 他圖長這樣喔 他的S結局是多少 他的S結局是更號二 他的Y結局是多少 也是更號二 對不對 另外他通過更號二 倒點 也通過0 倒點更號二 這一條線上面的每個點 都不是格子點 都不是 不存在喔 你有辦法找到一個SY 相加會等於更號二 你找給我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這樣子我意思 來想一下 想一下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喔 像別班也有同學舉這個例子喔 來你仔細看喔 他說老師 2X加上兩倍的Y等於多少 等於3 這個例子可不可以 來我問你 這個例子可不可以 可以啊 為什麼可以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同學說 老師 X如果是整數喔 來你看喔 X是整數的話 整數乘以2 這一定是一個什麼數 這是一個偶數對不對 好 那FY也是個整數嘛 整數乘以2 這是一個什麼數 這是個偶數 然後在座女同學都知道 有多學這個3是什麼數 3是基數啊 對不對 請問你 偶數加偶數有機會會等於基數嗎 不可能啊 這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 你知道嗎 偶數加偶數怎麼可能會變基數 對不對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沒有這種SY帶進去 會讓等號成立 絕對找不到 這一條線上面的每一個點 都不是格子點 這樣聽懂嗎 所以人家問你說 是不是每一條線上面都可以找到格子點 當然不是啊 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 你懂這概念對不對 懂這個意思喔 好 這堂課講到這邊我花了多久 大概花了10分鐘 這10分鐘你要學到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什麼叫格子點 來 誰告訴我 來 世勳啊 你告訴我什麼叫格子點 你說你說 X跟Y都是整數 對 沒錯 X跟Y都是整數的點 這叫格子點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學到 是不是每一條線上面都可以找到格子點 不一定 因為你可以找到例子去推翻它對不對 像這個就沒有格子點 這個沒有格子點 這個也沒有格子點 太多例子了 這樣可以嗎 OK 那這裡你已經懂什麼叫格子點了 我們來看這個第14題 這個非常經典的例題 這個題目它給你方程式 它給你方程式 方程式有誰呢 2X 等我一下 加Y 秒於等於6 對不對 第二個叫做 X 加Y 大於等於2 然後再來X 大於等於0 Y 大於等於0 它跟你說 這一個聯力方程式 這一次方程式 當你把它的圖形畫出來的時候 會是一個區域 請問你在這個區域裡面 會有幾個格子點 那這種題目很簡單 標準的做法是什麼 請你畫圖 先畫圖 好不好 來我帶你畫圖 那在畫圖 這個學後來 我全拿出你的筆 因為我們課本就是需要你畫圖 來我們畫圖喔 畫圖用尺 可以嗎 你有尺嗎 我看你們上國文課都好認真 對不對 上數學課就一個一個睡著 你們國文課為什麼那麼認真啊 這國文老師教的太精彩了 大家就捨不得睡覺嗎 蛤 什麼東西 他就捨不得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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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太妙了吧 來 這個 把這個圖畫出來 把這個圖畫出來 OK 誒我等你啊 你從這裡看到什麼 來同學拿出你的筆 把這個交後框起來 等一下你畫的圖喔 S要大於等於0 Y要大於等於0 所以等一下你的圖會在哪一個向線 第一向線 對不對 你等一下畫的圖 S座標要正的呢 要大於等於0 Y座標也要大於等於0 等一下你畫出來的圖 一定在哪一個向線 第一向線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第一向線畫的特別大 對不對 我不會把第四向線畫的特別大 因為這裡沒有圖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來這裡寫一下 你要有經驗齁 等一下畫出來的圖 會集中在第一向線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只要畫另外兩條線齁 來 另外兩條線我們就瞄點嘛 來同學我們一起來瞄點齁 就抓兩個點就可以 來誰要告訴我 如果x帶0 y是多少 6 對不對 y如果帶0 x是多少 3 這樣可以嗎 所以它會通過06跟30 這沒有問題吧 好 然後我們先畫 我們先畫30 這個字 這個畫大一點 1 2 這個畫大一點 這樣比較有資源 3 然後6 1 2 我這個抓大一點 2 靠腰太大了 3 沒關係 大就大 沒在怕 來往上拉 1 2 3 4 好像真的有點太大了 1 2 3 5 糟糕 好 來沒關係 都已經畫了 就這樣吧 1 2 3 4 5 6 在這裡 OK 所以它會通過06 這個點標出來 考試要寫清楚 0到6 就是講成長好習慣 我們有時候學習也不是為了考試嗎 對不對 人生為了考試多痛苦啊 什麼都講考試 有一天你不考試 我現在你就不會學了 你懂嗎 如果你從小到大 學這個東西就是為了要考試 有一天當你不用考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我根本不想碰這些東西 任何東西都一樣 來 那這個點是誰 3到點0 好 我們把它連起來好不好 哇 我的三角板好像不夠長 夠長 可以可以可以 勉強可以 來 這個連起來會長什麼樣 長這樣喔 把它延伸畫長一點 這樣 你們有尺吧 把你的尺拿出來 這個歪衣為什麼尖尖的我把它挖高一點 OK 第一條線喔 這樣可以齁 然後最好呢 你把線畫出來 我跟同學講 揚這個好習慣 你畫出來之後 要怎麼樣 把它的名字寫在旁邊 這樣人家才知道 這一條是哪一條 這一條是誰 這一條線叫做 2X 然後怎麼樣 加Y 等於6 而且你要注意喔 因為有等號 所以我們畫實線 如果沒有等號 要畫什麼 那個叫什麼線 要畫虛線 你知道我意思對不對 好 來 那我們現在畫第二條 第二條 你應該用看的也知道吧 X如果要帶0 Y是多少 2 Y如果要帶0 X也是2 所以它會通過20 這個點 2到0 這個點 還有 它會通過哪一個點 02 02這個點在這裡 這兩個點很容易抓出來 OK 來 那這兩個點 我們就可以把它領起來囉 來 我們現在就把它量起來 這樣知道嗎 領起來 欸 這個尺有一點誤差 沒關係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好 欸 兩條線都畫出來囉 這一條線的名字叫做誰 欸 我寫在它的旁邊 叫做S加Y 2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的同學請看黑板喔 我們這個題目喔 來 S大於0 大於等於0 Y大於等於0 所以圖形在第一項線 2S加Y小於等於6 所以在這條線的哪一邊 小於等於是在哪一邊 左邊 對不對 啊 S加Y大於等於2 是在這條線的右邊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對吧 因為一個在正後區 一個在負號區嘛 所以我再講一次 圖形集中在第一項線 小於等於6 在它的左邊 對不對 減6小於等於0 在負號區 對不對 然後這個-2大於等於0 在正後區在它的右邊 所以我們的範圍在哪裡呢 範圍是藍色的這個部分 拿出你的那個叫什麼 鉛筆 來請你把這個部分 輕輕的把它塗一下 這樣可以嗎 考試你就這樣做 這樣懂不懂 然後在塗的時候要小心喔 欸可不可以塗到這邊 我問你 有些人會塗到這裡 可不可以塗這裡 不可以 因為你要塗的是第一項線 Fy要帶回去 你不要淋這裡 都給我塗下去喔 我跟你說喔 這裡沒有喔 這裡沒有 這邊是第一次相見喔 你有沒有塗到那邊去 我告訴你 這樣知道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講課也講得很慢喔